阿里扎一路往里走 这个阿里扎的得分咱们永远不要指望 贝利内利外线三分 这个绝对不能放啊 贝利内利也是以前勇士的选中的新秀 现在是将近六分钟过去的双方只有11对12 有的时候还是有些混乱 贝利内利好的 勇士的防守太散了 这是其他人的 这不是他们的常规打法 他们是需要把勇士拖慢 还是想办法去适应勇士的节奏呢 实际上他们应该放慢节奏 因为如果你打不硬的话 对方要很快就要放进攻 你要很和 这个副角度差 黄德克斯的防得很紧 赖特这个球打的有些勉强 贝利内利底脚三分 肯定是百分百啊 你漏掉这个点怎么可能 他不投击 阿里扎 这边交给了三十号大卫韦斯特 大范围转移到另一侧 贝利内利假动作缓开自己来投 漂亮 欧洲球员啊 尤其射手 投篮稳定性 都聊赖特不好意思 两队都是一号 好球贝利内利 宝真的打快攻啊 真的是如果让他带勇士队 勇士队这个传球肯定是没话讲 对 53比66 黄蜂打得到很像勇士啊 进攻端 我指的是进攻端 而防守端 黄蜂还是发挥了自己防守好的本色 那么在黄蜂的精彩镜头当中 让我们稍时休息 接球就投 漂亮 韦斯特第一位测赢之后交给